來 我的貓 我是彤康 我們常常開玩笑 早期警方科學辦案 是需要準備一些道具 但是呢 就是比較容易 比如說狼頭 比如說老五錢 比如說那個黃色的那個什麼 電話布 電話布 木板 打腳底板 冰塊 那現在的科學辦案就不一樣了 真正科學辦案 要透過DNA的鑑定 血跡的噴漸 檢視 還有當然我們的指紋 甚至於我們還要策謊 然後有些心理攻防戰 所以現在呢 就是警方跟檢方 跟法院跟那個所謂的嫌犯在交手 是全方位 全方位的 是 全方位 完全一滴不漏的 各種方法把你檢視出來 所以說現在的科學辦案 到底有多麼的精采呢 先給你一個精采的啊 請看今天的法醫多精采 請看 我的媽呀 哇塞 天啊 呂老師被槍擊斃命 但兇手卻變稱說 他持槍枝走火的意外 幸好有血跡會說話 把犯案的細節通通告訴了警方 讓兇手無所遁逃 另外你知道 指紋怎麼採集嗎 被抹去的血跡要怎樣 讓他還原嗎 現在就跟著我的腳步 回到案發現場 讓見識專家來告訴你喔 俊陽哥 俊陽哥那個唯物肌症 是現在破案的非常重要的關鍵 但是這些肌症 最早是運用在什麼時候 這個其實在很多的部分 包括從運用指紋啦 牙齒啦 足跡啦 血痕啦 是 其實都有一長串的一些歷史 但是我覺得非常簡短解說 來講一些 比方說我們講說用指紋 指紋 指紋會講最早在1892年的阿根廷 1892年 1892年 1892年喔 大概就說距今你看已經 快兩百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了對不對 OK 它是怎麼樣呢 它是這樣 有一個 一對兄妹啊 被殺了 被殺了之後呢 她的母親啊 出來報案說 我的鄰居殺了 我的鄰居抱著小孩給殺死了 OK 那當然呢 警方說趕快去把鄰居抓來 可是呢 那個時候的刑警 在1892年 那阿根廷的一個刑警呢 他呢 首先在他命案的現場的門框上面 踩到兩枚的斜指紋 那這兩枚的斜指紋呢 那當然 那個時候還沒有非常的 還沒有建立那個案嘛 OK 但是 看得出來這兩個 這個斜指紋是來自於 這兩個死者的血 所印出來 是 OK 所以呢 怎麼辦 隔壁嘛 鄰居抓來 抓來之後呢 來 把指紋拿出來 蓋一蓋 蓋完之後呢 一比對 不是啊 不像是他的啊 是 結果一比對是他媽媽 報案者呢 的指紋 就是這個血指紋 就用這個呢 一突破 他說 對啦 是我承認 他們兩個實在是太吵了 我失守失控 殺了 殺了兩個 這是指紋 1892年好不好 再來呢 最早用那個足跡啊 我們人的腳印的足跡啊 破案的呢 他是在1846年的法國 更早 更早 1846年的法國 這是這樣呢 有一個呢 兩個少女呢 突然間被歹徒 侵入在家裡面 結果呢 就把這對少女呢 全部給殺了 殺了之後呢 現場留下一個血的足跡 跟一個血衣 好 那警方到了現場之後呢 查訪 鄰居說 我有看到有一個某一個少尉 從他們家出來 好 結果呢 就把那個少尉給找來了 是 一筆對那個血跡 哇塞 那少尉人高馬大 那個腳那麼大 怎麼會去現場的那個足跡呢 不可能 不可能 結果呢 從那個血液上面呢 一翻 以前喔 以前的洗衣店是這樣 大家如果有經驗的話 你洗完衣服的時候 你送這個洗衣店洗啊 他會給你在衣領上面 會打一個它的 或綁一個布條 表現的是我這個洗衣店呢 洗出來的 是 OK 他就從那個洗衣店的 那個血液上面呢 看到那個 那一個小小的洗衣店的店名 結果呢 去找到那個洗衣店 結果那洗衣店的店老闆 找到現場去之後 血印一比對就是你 結果呢 合 就是他 然後突破新房 馬上呢 科學辦案 他就破案了 再來呢 最早用這個血痕啊 來破案的 就很有意思了 1925年 有一個兇手呢 1925年他在法國呢 這個兇手呢 殺完人之後 他為了不要留下任何的 血腳印啊什麼什麼 你知道他從二樓 我們那個樓梯旁邊 不是有扶手嗎 他是滑著扶手下來的 他想說 他如果這樣的話 通常不會留下一些 一些足跡 跑掉了 好啦 跑掉沒關係 結果呢 他被人家有看到 看到之後呢 他說我沒有在現場啊 結果緊張 抓到他之後呢 來 第一個 先找到 從他血底裡面 找到什麼呢 找到呢 死者的血液 殘留 殘留 再來呢 從他的指甲裡面呢 再找到 死者的血液的殘留 就這樣 兩個地方呢 他 在當時都算是鐵症了啦 這兩個地方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血跡呢 破案 所以這是最早用血痕破案的 是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件事 什麼東西啊 有沒有 有有有有 財指紋那邊 哪一項 最左邊就是財指紋 這個這個 對 我先戴個手套 那假設呢我現在 現在呢 你先 還是不要留你的 到時候有這個 萬一我把你的指紋拿去摘張的話 你就完蛋了 還是有我的 那用趙正平 按他一下 這樣按一下就可以了 按一下就可以了 按一下就可以了 好 按多久 可以了啦 可以了 沒有 沒有抓那麼久 對啊 你是不是有膽囤作案要撐著 我很累了 你弄我一下 好來請 剛剛要質疑一下 我這邊我比對一下 這是我的案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第一個用的粉末法 用粉末法 那粉末嘛 剛剛講的就是我們一般用的 當然一般專業的是要戴口罩 其實還好啦 因為我有做了三十年也還好 我就說這個 對 那裡面有粉 裡面有粉 所以呢一般就是用這個毛刷在那邊刷 像剛剛呢 這個這個這個 趙哥 我們大哥呢 他這上面有按的時候呢 我們輕輕的 都從外圍呢 這樣輕輕的這樣子沾 你看到沒有 出現耶 你看到沒有 而且好明顯喔 我的因為汗比較容易 是 流下來 你看這個 這個指紋呢 就出現了 這個就是簡單的粉末法 是我們這樣把它舉起來 這樣子 欸你整個手掌都出來了耶 對 連掌紋都有 連掌紋都有 我不會承認 這絕對不是我的 什麼不是你的 這個剛剛你按的 不然就有自己的 你們螺刷把我手削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有錄影耶 你看這是我的 非常清楚 那OK 那我們這樣 譬如說這在玻璃上嘛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帶回去 有兩個方法 一個就是我用相機直接拍 OK 用相機直接拍 可以比對指紋嗎 當然可以啊 這個一拍的時候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我把它 黏起來 黏起來 你說這個是有黏 有黏的那個膠片 專業的膠片 那我現在把它 黏我的好了 好 這樣你按的時候 這個過來一點 這樣按的時候 按一按 這樣按不會變形嗎 不會 不會 因為它不會影響 這樣按了 按不會影響 然後再輕輕的撕下來 好清楚喔 然後我還要貼在哪裡 貼在一個背 一個跟它顏色相對稱的背景紙 是 背景的紙上面 黑色的 一般是黑色的 好清楚喔 你看 哇 各位請看 非常的清楚 第二個呢 我們就是氣體法 那氣體法我也可以叫做 氣體法 很簡單的方法 我們用的就是要三秒膠 這個非常便宜在工具行 可以買到三秒膠 第二個呢 你裡面 我這裡有一個紙杯 裡面塞了那個衛生紙 我們一般的那個面紙 衛生紙就可以塞進去 但是你一定要有一個袋子 是密閉的 是 好像變魔術一樣 然後呢 我們先把這個三秒膠呢 就 我先把三秒膠呢 先打開 對不對 打開 然後呢我先把東西先擺進去 這個是剛剛我們大哥呢 他所按的東西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先擺進去 準備要踩正的東西先擺進去 然後呢 我再把三秒膠剪斷 一般呢 用大概三分之一瓶 到兩瓶 這樣呢 因為這個小杯子 為什麼要用紙杯呢 它會發燙 熱了以後 這個三秒膠就會蒸發出來 是 結果它會跟那個 衛生紙的纖維會反應 是 所以等一下你摸的時候 這裡會很燙的 會發燙的 剪斷以後呢 剪斷以後 然後呢這個就把它 打開 對 打開 然後呢 擠到剛剛那個 擠到那個剛剛小杯子裡面 杯子裡面 等一下就可以看呢 會有一些煙出來 等一下看呢 就會有一些煙出來 三秒就要 你摸摸看 真的很燙的喔 你看有煙了吧 有開始燙了耶 真的很燙喔 然後你一定要密閉 開始了 有冒煙了 有冒煙了 它就開始冒煙了 好特殊喔 所以這個方法呢 是在自己家裡面 可以DIY的 DIY的方法 這個平常我們在教學 看看有沒有 小三還是小玩 小三的 對 人家辦公室裡面啊 有一個同事 我們偷了東西或什麼東西 你也可以這樣 可以自己這樣驗 你看那個氣呢 而且很燙 很燙很燙 對 摸得都會燙 所以呢你看密閉起來 你看那個氣呢 它就在裡面了 氣體就出現了 然後東西呢慢慢 它會再慢慢顯現 我們就跟它擺著 等一下再來看 對 大概是這樣子 那另外呢 液體法我已經做好了 因為要花一點時間 而且這個藥水我都配好了 但是最後的結果就是這樣子 噴上去用電韻斗燙一燙 這個配方呢 網路上都有 現在這個配方已經不是什麼秘密了 是 那配方自己可以配 如果你懂一點化學 但是有一些是有危險性 我特別要講 有一些東西是有危險性 要特別注意 是…我們這個專家是有練過的 小朋友不要在家亂鬥 對 然後呢 這個配置藥水以後呢 弄上去然後用那個電韻斗一燙 就出來了 是 這個我想我們就節省時間 大概是這樣 這是指紋的方法 是的 您坐 好的 在內湖發生過一個那個 幼稚園老師槍擊名案 嫌犯說它是誤擊 但是呢 後來靠著血跡噴濺方式 證實他是故意殺人 是不是這個人 是 一樁看似霧己的命案 最後靠著血跡噴濺鑑定方案 到底怎麼回事 廣告過後馬上回來 搜證器材 讓殷其不可告人的身分曝光了 最主要看他是不是 這樣一看 你看到沒有 搞不好看也是男性 天啊 對不對 是 美國最著名的 但是不能講是誰的 美國最著名的那個 柯林頓總統就是被禮財 不是這麼一照 他們還在外套上 你說外套怎麼會有金牌 我的媽 後來靠著血跡噴濺方式 證實他是故意殺人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因為那個被害人那個呂老師呢 他是因為他已經受到騷擾 電話騷擾很多次了 結果後來這個嫌犯不使心 就跑到他工作的幼稚園 各位知道幼稚園裡面都是小孩子 對 那發生這種事情非同小可啊 傷到小孩子的門口 就在門口 就在大門口 對 結果呢他就到那個地方就按電鈴 按電鈴同事 同事也實在受不了了 那後來這個被害人 不得不就出去跟他談判 結果出去談判以後呢 就約在門口旁邊那個地方 沒多久 就聽到兩個槍聲 兩聲 兩聲 後來呢 兩聲後來就發現那個女老師 就倒在那個 那個 路上 就是路邊 剛好那個有鐵捲門 就倒在那個門邊 倒在那個地方 那倒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就趕快有人聽到槍聲 就爆119啦 還有也爆110啦 那警察也到了 後來消防人員 救護人員到了 到了以後就趕快把他送醫急救 那後來呢他就通報 因為有一定的程序嘛 通報我們到達現場 那我們到達現場 最主要他倒的地方一定有個血灘 是 因為他倒的位置嘛對不對 然後救護等等有一個血灘 可是最重要的 後來我們從他的屍體的香驗 跟最後這個案子有解剖 有把他解剖 看到底到哪裡去 只發現他有一槍 只開了一槍 開了一槍呢 子彈只有近沒有出 只有近沒有出 但是呢 另外一槍是沒打中 旁邊有一個痕跡 但是沒有血跡 他是沒打中的 隔了30秒再開第二槍 才打中 那打中呢 他開了一槍 他的這個彈道的方向 是從耳後 右耳後 右耳後呢 斜的往上呢 一直到頭頂 但是沒有穿出來 就卡在那個爐頂 這個爐頂的那個頭骨底下 那腦部當然穿過了 從耳後這樣穿過去 但是呢 他只有就是這一槍 致命的一槍 那他因為他沒有出口 有出口一般會有兩個噴漸痕 入口會有一個噴漸痕 出口也會有一個噴漸痕 結果呢 他只有一個入口 剛好又在鐵劍門的旁邊 所以呢 他只有一個入口 那旁邊就產生一些微的一些噴漸血跡 那剛好我是做血跡型態鑑定這方面 我是做了蠻久 蠻有算是比較有經驗 心得 結果呢 我去看的時候 不對啊 他那個有一定的方向性 譬如說等一下我們也可以做實驗 這個血一拍的時候 它會四面八方切 可是你再怎麼樣 看它的形態 你會回歸到最終的原點 就是我們成為血緣的位置 好 結果呢 我當時我也不知道是誰幹的 因為偵查已經在進行 可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質詢 我也不知道幾個人 我只知道說 這麼一槍 它有一定的血緣位置 結果我到的時候 我就要同仁呢 就原判這些血緣 然後我就看 因為一打的又四面八方 然後呢 回歸到有一個血緣 結果呢 我把血緣重建起來 重建起來以後呢 結果一兩距離地面 距離地面大概90公分左右 很低耶 對 那請問90公分 這個主持人你認為是什麼樣的姿勢 應該是跪下去 跪下去有可能 還有呢 蹲下去 然後呢 彎腰 坐著 都有可能啦 我不知道他什麼 但是我認為90公分 基本上 不是站的 絕對不是站的 不可能站的 結果嫌犯呢 他後來因為有影像嘛 然後也有一些車牌號碼嘛 等等 後來發現呢 就追到這個人 後來發現這個人 十六年前 十六年前 也是同樣的方法呢 也是殺了一個女友 也殺了一個女朋友 結果呢 他一直講到說 我不小心 兩個在拉扯 拉扯以後呢 誤殺這個走火誤殺 誤擊啦 對誤擊 結果後來我鑑定的結果 不是這樣子啊 不是誤擊啊 你誤擊他說他是站的 他一直講他是站的 兩個拉扯之中誤擊 那誤擊 請問我們兩個當面 如果這樣誤擊的話 這樣當面誤擊 會從後面往前面 往上的方向嗎 不可能誤擊這樣 誤擊要從這裡 要往上的方向 那不可能 往上的方向 轉到聲壓制 就這樣打打打的 這樣的姿勢 誤擊是這樣拉扯 一定是正面的 正面往後 或是上往下 或是正面往後 而且他一定 大概都平了 結果他是下往上 下往上的 這樣的一個彈道方向 而且那個進入的方式 對 後來我就出庭了 他跟檢察官講 跟法官講 不是這樣子 我真的是 拉扯之中不小心走火 後來法官不知道怎麼辦 我一看 是我鑑定的 就叫我出庭 後來出庭那天 我印象很深刻 我九點去坐鎮 一直坐鎮到下午一點 因為法官對於這個血跡形態 也是跟我們很多的觀眾一樣 並不是很清楚 補煞煞 對 我要從頭開始講 什麼叫血跡形態 一步一步這樣子 坐鎮了大概三個多小時 好 那我們講到血跡的鑑定 其實現在我們大家看一些影集 CSI 對 就常常看到 他們用一些什麼東西 一看 血跡 對 那是什麼東西啊 那個一般呢 就是用的大半 最多的是用那個多波浴光源 多波浴光源 那我們現場這個是 對 這個就是多波浴光源 當然也有用紫光燈 這個紫光燈其實也蠻好用的 這紫光燈也蠻好用的 你看 這個通常我們在Disco才在用 Disco你要看的吧 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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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啊搖啊搖啊 有沒有 氣漂亮 像這個呢 我們可以驗我們有沒有 像身分證的證件 偽操 有需要嗎 當然有啊 有這個當然可以 我看看你有什麼 看它是不是偽造的 就只要看它是不是年齡有沒有爆甲 OK 怎麼看 你看 這樣一看你看到沒有 搞不定是男性 天啊 有那個暗記有沒有看到 有那個暗記有暗記 這樣給各位看一下 有有有有 你看那個那個這個 其實用這個會比較輕 這樣其實照就可以了 你看 對不對有看到 防尾線 對不對 防尾線跟一個蝴蝶 好 男性 男性 有口飯吃 那其實在現場我們用的是這種 這種呢 就也是 這個是比較小型的 比較小型 我們看影機它不是在那邊這樣 對 它是用這個東西 另外還有一個呢也可以用 用類似這個東西 這是 這個比較酷 對那個那個是 那個還要帶這個東西 這個還要帶這個東西 這個還要帶這個東西 很酷的 很酷嗎 對 你看 像這個啊 這個上面你看就有 有 像有 有金斑 襪子上面有金斑 這個人怎麼會套著襪子 套著襪子 你們看得到嗎 美國 看得到 可是那是金斑 美國最著名的 這是不能講是誰的 美國最著名的那個 柯林頓總統就是被理查 不是這麼一照 他們還在外套上面 你說外套怎麼會有金斑 哪有什麼好意思呢 我看得很清楚 你看得很清楚嗎 我們這邊也看得很清楚 我看的是螢光的耶 我們看的是 可以用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你看這個更清楚 有沒有 透過這個綠 綠片 你看到嗎 有看到 對 這個就是多剝一光源 這個不要照到人不好 照到人不好 對 這個可以買得到 但是很貴 這個大概都要三十幾萬 三四十萬 真的假的 真的要三十幾萬 你以為三萬塊 你以為手電筒 對啊 你以為手電筒 沒有 這個要照的時候 這個可以 這個大概四百塊 四百多塊 這個可以 這個跟那個功能也差不多 不過但那個強多了 這個強多了 強多了 那個可以在地面 那兩個光坡是不太一樣的 對 好 注意了 這是非常專業 這是多貴的 尤其先生如果回 先生如果回來的話 內褲可以張開 對 可以照一照 那倒是可以照一照 今天我們去現場 每一個人用這個來照一照 每一個人這樣照一下 那到底幹了什麼壞事 尤其是殷其腳 馬上找 好 好 那血跡鑑定怎麼做 當然血跡鑑定 如果在實驗室做的是做DNA DNA 還有早期是做血型 現在大半都是做DNA 是 包含生物肌症 做起來的DNA是一樣 都是實驗室做的 現場的叫做血跡型態 血跡型態你假設受傷了 你走出去的那個D狀的 那表示你受傷了 兇手受傷了 另外剛剛講的那個高度的問題 是 它只有一槍進去啊 它只有那個反箭的血跡 它沒有出來啊 是 所以呢它那個只有 就會看得出高度 好 我們現在做一個實驗 現在就是弄一點血 其實這個是紅木水 對 我們只是實驗 各位不要害怕 實驗用的而已 假設你現在是這樣的高度 假設是這樣的高度 我現在用力一拍上去以後呢 你可以看得到 不一樣 它這個方向呢 就會歸結到 我們先找一個圓的 圓的那個是垂直的 是 垂直那這些呢 都是有角度的 是 我們可以歸結到 各位可以看看 剛剛是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圓的 圓的 這個圓的在這兒 拉出來 拉出來就是差不多這個位置 那這個呢 大概都是 往下 那我們可以拉到 也差不多這個位置 是 所以它只有一槍啊 那你如果在這個位置的話呢 你看 這個位置又不一樣啦 是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跟這個不一樣 對 那我們看這個往上 往上走 這個往下啦 遠了差不多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的高度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拉它的位置 就不一樣嘛 所以很簡單的邏輯 高度就不一樣 對 高度跟這個高度 基本上就是一次 然後高度也不一樣 基本的原理就是這樣 了解 好的 OK 那剛剛講到的是這一類的 具體方面 其實現在在辦案的時候 有一些從心理方面出發 就是撤謊 當然撤謊現在還不能做成那個 直接證據 直接證據 但是只能做成一個參考 對 但是撤謊到底準不準呢 是不是 真的可以拿來參考說 這個要問一下楊醫師 楊醫師 但是撤謊到底您覺得準不準 確實就像大家剛剛講的 它不能成為絕對的證據 但是它確實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是 那這個撤謊它基本上 一定要經過一些訓練的 就是說這種撤謊的專家 他會先經過訓練 他要讀過你的報告 然後呢 他先跟你很一般的談話 先拿到一個數據 對 然後知道你一個基本 你的基準 你的狀態 然後呢再跟你談一談 也許對這案件的事情 它比較會有疑惑或疑問的地方 那譬如說再問 譬如說剛剛大家講的槍殺案 那些時間 你可能一般你會告訴我 你平常的時候在幹嘛幹嘛 那當我在問到那個關節點的時候 你跟我說那一天 你可能是在某一個地方吃早餐 我們會回顧問你說 你不是剛剛跟我說 你大部分11點的時候 你已經到某一個點了嗎 這個時候如果他是說謊 按照這個測謊的原理 就是說他交感的聲音 就會比較活動 心頭一驚 對 那這個時候 也許測量儀上面 會常常去測量到你的心跳 你的血壓 甚至你表皮的溫度 會跳動異常 對 那這個時間呢 就作為可能在測謊人員來監測 你這一段對話 是不是異常反應的一個依據 這個是一個用腦部核磁共振做的 是 這邊有紅色一堆的這個 其實是說謊的腦 是喔 對 右邊 那紅色那是什麼東西 啊 紅色這是 他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當用核磁共振的時候 它是做電磁波的反應 那我們裡面腦呢 其實在不同的部位 它會有不同的強度 OK 那我們用技術讓它比如說 非常活躍的位置呢 就讓它呈現紅色 就好像紅綠燈一樣 紅色 黃色 綠色這樣子的呈現 那這張圖呢 我想表達兩個 就是跟大家說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常常跟人家講說 你誠實是最好的上策 有圖為證 因為你在說謊的時候 你腦袋要用到比說實話的時候 腦袋用的區域 至少要多兩倍 是喔 對 就是你要花很多塊區域呢 因為腦呢 本來記得說 我有殺人 結果你突然跟人家講說 我沒殺人 那個腦呢 會有一塊區域就是 有人要說我殺 另外一塊要蓋下它 沒錯 沒殺 這種東西 它腦呢 要花更多的區塊 同樣的 就要比一般的時候 要花五到十倍的力氣 要掩蓋過去 對 那所以呢 像我們有一個牧村拓哉 大家知道 日本很帥的那影 前幾年有一部很有名的影集 叫做《腦科學先生》 他就是在推說 他們運用這新一代的技術 就是用腦部的核磁共振 來做它一個測謊的依據 因為在腦科學顯示是說 我們腦裡面有一個位置 叫杏仁河 這個杏仁河是在會警報中樞的 會驚恐中樞的 如果你現在呢 其實你現在明明是看過這個地方 或是到過這個地方 結果你偏偏偏說沒有 你那個杏仁河的位置 它就會出現大量的異常的活動 因為它的基本原理就是怕 我在說謊 我一腦的在做光 二來我也怕你知道 所以它在核磁共振在顯示之下呢 那個位置就會呈現很明顯的反應 它裡面影集裡面就有一集 就是那一個這一個 本來是醫生他殺人 他很厲害喔 他精密的策劃 最後就是靠這個核磁共振 把它破案了 因為他其實是到過那個地方 但是實際上面他卻嘴巴說沒有 結果那核磁共振 講出失望了 對 第三個呢 其實像... 那以後警局很累 對不對 每一個警局都有核磁共振 躺下 推進去 我認為這是腦科 因為我們的腦 常常就這樣 第三個我要講 像性侵害的個案 性侵害的個案 你如果問他說 你會不會再犯 保證人說不會啊 那所以呢 像特別我舉戀童症做例子好了 我們現在都希望兒童不要 要受到一些被性騷擾性侵害 那有一群人 他是專門喜歡拿小孩 作為性侵害的對象 那現在呢 他被做了監獄服刑啊 然後現在要不要假釋 這時候呢 他可以做一種叫做 陰莖體積測量儀的測試 什麼意思呢 他到一個檢查室裡面 像多大 他只要套在他的陰莖上面 是 然後給他看圖片 然後...對 看陰棋沒感覺 看小孩 你讓我們主持人 是看過的感覺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被撤過 他被撤過 你怎麼拍鼓掌叫好嗎 他還撤過 因為我跟他不是這樣 他起反應是男生 男生撤 真的啊 我看音樂他有反應 所以說他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他用不同的東西給你看 對 因為他們這... 一般來講 他就會見入了情境裡面 可能他一般給你看那個小孩子 穿得很整齊 笑臉常開 慢慢的就會有畫面 更仰眼的畫面 到海邊 他可能穿泳裝 再來可能是都沒穿衣服的 這個時候 他陰莖 這種戀童症的個人 滿高比例 他就會開始出現 異常的那種勃起的反應 那這個東西 其實就會用儀器來顯示 你嘴巴說不會 但是你腦袋 一看到這個 又開始起生理反應 天啊 還好這套系統沒有流入家庭 真的 太太一天到晚就會來 你請 誰 這樣有畫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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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說我是怕他拿起來給你看 都沒起反應 那個問題更大 不過 他的照片給你 有 你沒有反應 你最差 他也拿出來 他的你就沒起反應了 那問題更大了 不過我有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那個 核磁共振這個 是 這個你剛剛講是影集 還是說已經在現實當中 是真實的嗎 可以這樣 有在實驗了嗎 有在實驗 現在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讓他 比較更常規 而且儀器更攜帶方便 但現在用這個核磁共振 做了很多有趣的研究 像你說謊的 或是說你在 很多犯罪的腦袋 他長得跟的跟我們不一樣 譬如說我們說沒良心的人 他的血液的流量又不一樣 很多人現在在我們台灣的監獄 有一位洪蘭教授 專門在做這一類的人的 個人的研究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他如果說今天 剛剛講的CIA 他有受過訓練對不對 他可以去控制很多的 他的一些 身體反應 那這個 他是沒辦法控制的 這目前真的是沒辦法 所以如果這個變成 他可以變成一種 一種數據體積 那個 Data Base夠大的話 他就可能會成為 唯一可以相信的證據 有沒有這個可能 就是說我們叫做可信度 就會比這種測謊更提升 再講下去那個家庭太太 一個人去買一個多破玉光源 然後測謊 還有泡在那邊 引起 我 每天回家都很累 對 開始檢查 對 就很累了 好 那其實就是 其實這個美國也有一個 一個影集叫Line on me 對不對 他說每一個人在說謊的時候 會有一些特別的反應 比如說眼球會往上看 對 對 手指會不精密的弄來弄去 對 那醫生你覺得那個也是有考據的嗎 其實我想我們有幾個現象 人類說謊時無意的小動作 廣告後完整揭秘 偉壓床科學也有證實嗎 那你們殺了那麼多人 那你在逃亡期間 會不會你們說 會趕快趕快 每天都被鬼壓 每天都被鬼壓 壓得我好痛 你做壞事就會鬼來找你 你這時候就有恐懼的感覺 這種恐懼的感覺 你就會 完蛋了 那個我害死的人來找我 就在壓你的床 那醫生你覺得那個也是有考據的嗎 其實我想我們有幾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說 像這個東西其實它有所本 像有一些他們受過專業訓練 那個家裡面現在如果是跟太太一起看的 趕快把太太支開 接下來這個非常嚴重 來請看 比如說這樣我們怎麼去注意 它是不是在說謊 它常見到就是說會有幾個現象 第一個呢 比如說 你今天有沒有去酒店 然後他說 你剛剛在問我你有沒有去酒店 就會重複對方的問題 所以他在思考一下 他還重新再講一下 你今天有沒有去酒店 什麼酒店 你剛剛是說謊 你有沒有去酒店嗎 對 他還說謊 對 愛你姐 愛你姐 這是你 真的耶 好像是 第二個呢 就是想辦法就是先下馬威威強 所以是攻擊 不是老修成怒嗎 對啊 你有沒有說我去酒店 我什麼時候沒有去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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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應該是這樣 你有沒有去酒店 你為什麼為什麼要叫我去酒店 有 有 我太太懷孕的時候 一天到晚問我說 你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 自首無罪 說你到底外面有沒有女人 對 你再說 我就說我明明沒有 你再說我就做給你看 你知道嗎 先下馬威 對 我還是沒有 好 好 恭喜人家 再來 第三個呢 要不然就是既然不能壓下去 就企圖把它拉成同一線嘛 沒有人不喜歡這讚美啊 對 男人沒事獻殷勤 非奸即盪 因為我沒有去酒店 你這麼漂亮 我怎麼可能去酒店 非奸即盪 你是男的 他有沒有知道我們的心態 我真的被發現了 剛剛這本證不是拿出來的嗎 好 讚美對方 要不然就是第四個呢 回答問題的時候呢 就常常有一點要飄出去了 基本上啦 通常啦 基本上 沒有辦法去的 也許 就好像跟腦袋要對話 然後大家講得模糊 自己也講得過去 然後手呢 就開始在那邊打交叉了 你知道嗎 沒事… 是這種迂迴性的否認 對… 對 就是你有沒有去酒店 基本上這個問題 基本上 我想還經過門口 通常應該不太會去酒店 對 但是 不是叫造句啊 很迂迴 好 第五個 表情啊 譬如說呢 似笑非笑的 這講得好像滿像 菲律賓那個總統 對 似笑非笑的 他有愛笑風什麼 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表情那種 跟真實的狀態不一致 是這樣 你老是講我去酒店 我跟你講 我… 你這個 你這個是現場直播嗎 不是 有啦 這兩個人經驗豐富 我說他講什麼 他必須承認 這就是經驗豐富 你們到底有沒有開箱 少壽台灣漁民嘛 其實這個問題 基本上 對 所以他可以辦了兩、三個 沒錯 真的耶 好 要辦就是第六個 對不起 表情怪異 臉發白算不算 算啊 你用去有點 沒有嗎 不過一般我如果這樣說謊 他不會臉發白 他一定傻笑為主 不要... 不要... 幹嘛我們這個呢 什麼感覺 來 又不然就是 裝容作樣 假裝聽不懂 你用去酒店 什麼 不是 我這麼辛苦 我回來這個家這麼辛苦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你到底有沒有說什麼 這幾個就是 說謊的 基本上的反應 對 那有這個反應呢 並不代表百分之百說謊 對 但是他可能有 對 如果累積的東西 越多的話 如果六項都做到 他就是說謊 好 現在各位老公 可以把老婆請回來 可以開始測驗了 好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重播的時間 小心一點 好 犯人常常被鬼壓床 對 那這個其實我們聽過很多 華大哥也講過 援警可能聽到 或者說一句話什麼的 就突破了 對 那麼這個事情 是發生在台中 這個案子發生在台中 在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什麼呢 那時候是有一個 王姓的商人失蹤 那警方就辦 辦了以後 後來發現他失蹤 是被人家殺害 那就辦一個成年人 一個商人被殺 那他總共搶了他 兩萬都快把他殺了 是 然後在這個辦的案 的過程當中 有一天這個分局 有一個警察 他不是辦這個案子 等於說這個案子 不是我直接中暗小組辦的 但他做夢 夢到 有時候托夢是很奇怪的事 他有時候可能是因為 電波磁場可以 所以他不能托給中暗小組 他會托給靠近的一些朋友 是 他在做夢的時候夢到 夢到一個很特殊 因為他從來沒有夢過這樣的夢 一個大概是 國中生左右的少年 男的 全身脫光光沒穿衣服 然後在夢裡面 就跟他這樣發抖 跟他講說叔叔叔叔叔 我要麻煩你幫幫我 我媽媽你救救我 然後呢 我被人家殺了 我住髒話 請聽清楚 我住髒話 然後我住髒話 然後我被人家殺了 我好冷 然後 我好冷 然後呢 叔叔你拜託你 帶我回家 幫我回家這樣 夢到這裡的時候 通常我們會有一個動作就是 噴 驚醒 是 因為人是可以控制夢 是 所以你如果遇到做噩夢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告訴自己說 我不要做噩夢 我醒來 你就醒來了 你知道人可以控制夢 他就醒來了 然後心裡想 就噩夢嘛 就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亂夢 好 不管它 睡覺 睡了以後呢 那個小孩子 那個少年又出現了 又來 叔叔叔叔叔 你幫我回家這樣子 幫我回家這樣子 他又醒來了心裡想 如果一次的話 只是亂七八糟 兩次就表示這個有怪異人 結果後來啊 沒幾天 他們就借題 同事就借題了這個犯罪集團 這個犯罪集團 當年非常有名 叫夏小平犯罪集團 在中 大概中部附近 作案做得非常凶狠 是 然後呢 就借來了 借來了其中一個姓吳的 一個嫌犯就對了 那天就借這個姓吳的出來 那麼借來了以後呢 這個警察心裡想 奇怪 那一天突然間 因為他這幾天在幹什麼呢 他想辦法用警 用電腦什麼去查 彰化地區有沒有發生 綁架撕票案 他發現沒有 他發現沒有 你知道嗎 警方在那個記錄裡面 沒有 那他說他彰化 然後就被殺害 然後呢 剛好他同事借題這個 夏小平強盜殺人集團 來 順口 順口想說問了這個歹徒 這個姓吳的歹徒 就順口問了他一句 你們有沒有殺害一個 大概是國中生的小孩 把他全身脫光 他講完這句話以後 這個姓吳的嫌犯 剛剛講說那個 整個歹徒 整個蒼白有沒有 除此之外 全身發的馬上跪下來 你怎麼會知道 你知道嗎 因為只有他們 三個歹徒知道 除了被殺死的小朋友之外 只有三個歹徒知道 沒有人知道啊 而且把他氣勢在什麼地方 只有他們三個知道 那警察這個時候 當然不能說我托夢 人家告訴我 你就必須要故弄玄虛嘛 給你一個機會 自己招出來 趕快講 給你實施一下 給你一個機會 然後他就把 什麼時候為了什麼 原來是要綁架他 要擄人勒贖未遂 所以就失票了 然後呢 然後呢 講了更多 除了他之外 還有個五歲的女童 也是要擄人勒贖未遂 也失票了 還有一個商人 還有一個商人 他們本來辦這個案 這是王姓商人嘛 然後搶了兩萬塊 把他殺了嘛 還有一個商人 也是押著那個提款卡 去提到領的二人六萬之後 也殺了 這個集團 就為了這些錢 殺了四個人 你知道嗎 然後後來供出來 以後警方就問他們說 就反正都供出來了嘛 反而歹徒供出來以後 心理反而壓力降低了 反而比較心平氣和 就該開槓 所以那你們殺了那麼多人啊 那你在逃亡期間 會不會等於說 會趕緊我從前 說每天都被鬼壓 每天都被鬼壓 壓得我好痛喔 還好你今天問了我 我那個壓力有沒有 宣洩出來 為什麼他們那麼狠呢 原來這個祖賢 夏小平以前是幹葬儀社 所以他接觸 等於說他接觸死人屍體多了 所以他就不尊重人 所以他殺了人以後 他就不尊重 那警方就順便問他一句 那夏小平自己本身有沒有被鬼壓 他說天天被壓 而且每天輪流不一樣的人 來壓他被害人 所以你說到底冥冥之中 有沒有當然你可以告訴我 是因為他壓力大對不對 歹徒的心理壓力大 所以產生這個鬼壓床的現象 醫師 這是一種心理反應嗎 其實鬼壓床 在實驗室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我們分兩方面來講 第一個就是說 先拿我這張圖來說 剛剛我們是提到 我們有一個位置叫信仁河 當你一個人 你譬如說常常處在那種很緊張不安 譬如說犯罪的人 他會怕 他做壞事 所以有時候 我們古代不是有一句話叫 卑躬捨影嗎 卑躬捨影是另外一個類似的道理 就是我覺得 我現在到你家 你根本就是擺明對我不友善 要害我 侯門宴 然後你的酒裡面明明是一個道影 但是我把它就看成了 這裡面是一隻蛇 喝下去人又不對頭 同樣的道理歹徒 如果這個信仁河 在那個 像剛剛那種悲公聲音 或是現在我們這種金黃害怕這樣 它常常會亂放電 亂放電以後呢 一來它可能會干擾睡眠 那睡眠的時候 我們剛剛說 為什麼在實驗室 你可以做出鬼壓床 睡的時候 簡單一句話講 沒有 鬼壓床其實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有沒有讓你腦醒了 身體的運動 是 睡眠動 是不能動的 是 所以那種呢 如果有一些人都是 悲悲龍沒有做什麼壞事 他有時候可能最近太忙了 太累了 有時候會 比如說半夜一個聲音 他在實驗室裡面 我甚至有時候只要操作 一個藥物讓他睡著 另外一個藥物呢 讓他的肌肉放鬆 他就會出現 突然被我叫醒來 整個我們怎麼覺得 全身不能動 像被壓住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我們腦 當你醒來的時候 你突然發現你的身體 怎麼不能跟以前一樣 醒來的時候 就動的時候 你一定要找一個答案 那偏偏你如果是做壞事的 你就相信 人死去的人 要跟你找你麻煩 然後你如果懂的人 你會告訴自己 沒關係 放鬆一點 放鬆一點 等一下就OK了 但是你不知道的人 或是你家裡小時候 就跟你說 你做壞事就會鬼來找你 你這時候就有恐懼的感覺 這種恐懼的感覺 大腦就告訴我 完蛋了 那個我害死的人來找我 就在壓你的床 還有這個原警 利用演戲就破案 就是利用這個 嫌犯的恐懼心對 原警利用演技突破 嫌犯心防一舉破案 精彩過程馬上回來 我的媽 利用嫌犯的恐懼心對 這是怎麼樣的事情 那個屏東有一個性靈的一個包商 然後被人發現他蠶死在家裡面 因為他整個後腦就被打破掉 是 他就死在那裡 當然這個事情被發生的時候 當然警方的 包括一些現場收證人員 全部都來了 當發生這種命案的時候 加害人會在現場來看 他會在逗留在外面 是不是 當作好像無辜者 看戲 在外面這樣看來看去這樣子 對 眾無辜者也會 對 但因為這個兇嫌呢 他本身來講的話 當然警方第一時間 並不知道是 加害人是誰 就是凶手是誰這樣 但是那小隊長 那時候就看附近的 來圍觀這些民眾 就看到有一個 喝了酒了 喝了酒也就算了 然後那個表情特別怪 為什麼 他就一直想盡辦法 沒有要去看 要往裡面看到底怎麼樣 裡面有警方的動作是什麼 可是當這小隊長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開始就閃過去 就代表他怎麼心中有鬼 心虛心虛 對 心中有鬼 所以後來大家小隊長說 來 你過來一下 來 我們聊一聊這樣 那聊一聊之後呢 大家就發現到什麼 發現到這個姓王的 這個王先生有沒有 他居然跟這個死者有沒有 是有所謂的叫僱傭關係 也就是說 零姓包商有沒有 是僱傭他 然後呢 去做一些那種建築 這個公事這些事情 那當然就是說 你一開始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能夠採集到 明確的證據 證明這個加害人是誰嘛 那個時候那個小隊長就想說 這個傢伙一定有 而且他一定有問題 為什麼 他整個過程中 避重就輕 閃來閃去這樣子 結果後來他就想說 沒關係 那我們再重新 再回到現場看一下 把他帶到警察局 然後回到現場看一下 在坐在車上 再開往那個 這個命案現場的時候 這個小隊長就已經先 跟另外一個刑警 就講了說 我們等一下跟警察 下警察一下 怎麼下警察 他說 其中那個警察說 我跟你講 上次我跑到一個 那個什麼那個命案 那個命案 我們都會碰到什麼情況 你知道嗎 通常這種命案現場 冤魂都不會離開 那不會離開的話 有沒有那個現場 都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 跡象會顯示出來 尤其兇手出現的時候 在現場的話有沒有 更會浮現出來這樣 結果他就這樣子講 一路開到那邊的時候 當然就下車了嘛 下車之後那個 原來講這個話的 那個警察就趕快 跑到後面去幹嘛呢 本來那個裡面是有燈的 就把那個大燈 全部關起來 只留了一個什麼 共桌上面兩顆紅色的燈 那現場因為 還沒有人去把它收拾嘛 所以有血跡都塞在上面 這樣子 結果他們兩個就這樣 就進到了那個 這個封鎖現場的時候 這小隊長突然講說 你有沒有看一下 怎麼搞地上乾色的血 本來是黑色 先變鮮紅色的 兩顆紅色的那個共桌燈 他都變得很鮮紅嘛 那他很鮮紅的時候 他哇 我看 這個冤魂還在現場 有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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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會 後來找殺他的那個人的麻煩這樣 前面堂這個姓王 當下一聽的時候 他軟下來就跪在地上 馬上就跪在地上 他說 他還拜說 拜托麥給他吹 對 我不小心把你打死 為什麼 就是他那個時候 這一個姓王的 他去跟那個包商要那個工錢 那要工錢沒有要到 那沒要到的時候 因為兩個人就說 那個包商講說 我請你來救了好不好 來救一下 結果兩個人就這樣子 就在裡面就吵架 因為他吵架的時候 這個姓王就 拿一個順手 拿那個屋內的一個棍子 就把那個包商給打死 好 這個就是利用一種 這也算是利用一種心理學 來破案 那我們今天講了很多 這個各種破案的方式 還有現在科學辦案的一些方法 唯一的要告訴你就是 法網揮揮 書而不漏 做壞事 永遠都會被人家揪出來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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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可能 Engineering 為什麼 對不起 呢 還有